轿车直行 一台机车想从路肩超车 但下一秒 机车骑士疑似 没注意道路状况 又车速过快 即使煞车灯从头亮到尾 还是撞上路边的车辆 碰好大一声 骑士连人带车往前翻滚一圈 人整个倒栽冲 头下脚上着地 看起来相当疼痛 苗栗竹男骑士自撞翻车 目击的驾驶也吓了好大一跳 迅速反应 紧急往左边回避 避免碾过歧视 造成二次伤害 另外在台中 只有救护车执行中 车速飙迫一百 通过路口时 却撞上一台正在转弯的轿车 轿车被撞后 弹飞人行道 驾驶赶忙下来查看情况 转弯车辆仅有优先路权 而非绝对路权 行进路口 务必减速查看有无来车 转弯车上满载四个人 救护车上也有三个人 两群人七个人 全都受伤 所幸仅有差错伤 车车赶着救人 平面道路时速飙破百 遇上同样心急的轿车 撞个人羊马翻 记得中正前程 广内沈志宝 苗栗台中报导 我是戴立刚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呢 就要锁定我们中式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